杨春吉老师 我是杨春吉老师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农数学堂 108年的第四次的小型法律座堂会 跟含个案公益服务 我们今天主讲的内容 主要是探讨所谓的漏水的ADR跟SOP 所谓的ADR是什么 ADR就是所谓的诉讼外 诉讼外争议案件的替代方案 简称叫ADR 至于说SOP大家都知道 那叫做标准座位程序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 针对漏水问题 或者是说针对漏水纠纷的ADR 以及SOP 那为什么会定成说这个题目呢 实际上漏水问题 你不管是从新闻时事 从新闻时事来看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妙天在11天前的案子 在11天前的案子 你看这个 这个妙天这个案子 在11天前的新闻时事 还有老师写这个文章的 106年8月19号的新闻一役 新闻一役 这是106年的 刚刚妙天是11天前的 107年的 所以还有你去打漏水 打漏水 打新闻 漏水新闻 你会发现现在的新闻时事 很多很多 另外你去找法学资料检手系统 我们通常在处理后 你要去找所谓的实务判决 实务判决要去找法学资料检手系统 你去找漏水 其实案子也很多 所以实务上漏水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才定说 以漏水 来针对今天的讲解 那漏水 漏水 房屋漏水是我们实务上 虽然是实务上常见的一个 房屋纠纷的类型 但是他处理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是那么容易 例如 有哪个问题 涉及到漏水的问题 涉及到说很多问题 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怎样 常常碰到公收公有理 婆收婆有理的状态 尤其是到底谁该负责呢 对不对 所谓的规则性 通常我们漏水 首先会碰到一个最重要第一个问题 就是谁的责任 谁该负责 就像我们家的老师的漏水案 老师的漏水案 我们是在四楼之三 底下是三楼之三 然后光是个漏水 光是为了规则性 规则性 对方三楼之三就找 自己找一个 所谓的水电师傅来修 来看 结果说是我们四楼之三的问题 但是 就我的经验 还有我看到竣工图 从我们建筑物执照 之后有使用执照 使用执照后面有竣工图 我从竣工图的接管路线 我认为是共同管线 老师也怀疑可能是四楼之三的管线漏水 所以就这个案子而言 我认为是共同管线 但是三楼之三找的水电师傅 认为是我们四楼之三漏水 所以光是这个就变成是公收公有理 婆收公有理 一样 我们看到刚刚讲的庙天 庙天这个新闻时事 庙天这个新闻时事 庙天我推测是公寓 庙天这个案子推测是公寓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图上没有 我有画图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我是依照那个新闻时事推测之旅 第一个它是属于公寓式的 大约六楼 我推测了我没去看大约六楼 然后所以这种六楼 这种六楼 而且它是六楼 这个庙天的儿子是在六楼 是在六楼 它是约80平的房产 然后它已经违法 违法隔成十一间的独立浴室套房 那这十一间独立套房是干什么 是做怎样 灵修的场所 是净途灵修的场所 所以从这个案子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会怎样 它六楼已经整个改装成套房 意思是说整个 而且是每一间套房都有独立的卫裔设备 所以它整个管线 它们六楼整个管线 跟原始的管线都不太一样 注意哦 这个我们通常遇到建筑法的规定 建筑法跟它的执法规定 室内装修 有一个室内装修 简称叫室内装修办法 通常你在室内装修办法 通常像这个案子一定要申请室内装修 而且要室内装修合格的证照的 既是要签认 签认才能送去申请 要核定下来才能进行室内装修动作 所以从这份按了出来 就按了出来 首先讲到这边 这个一定是违反建筑法 所以这个新闻后面 建管处已经基于安全考量 应该说基于建筑法的相关规定 已经要罚它钱 罚它六万左右 并限它一个月内要改善 所以涉及到这个第一部分 首先是建筑法的东西 因为它是违反室内装修办法 违反建筑法 所以遇到建筑法的规定 去罚它钱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但是重点我们是要讲漏水 他们中间你去看新闻时发现 他们中间涉及到说 这个庙天这个案子 其实涉及到说两个东西 第一个庙天是认为对于规则性 庙天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就是六楼的屋主 并没有针对谁的责任去争议 这个案子客树的第一个规则性 规则性并没有争议 规则性没有争议 他们庙天的儿子也没有否认 所以基本上规则性 第一个漏水通常会碰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规则性 这个案子并没有争议 是六楼的问题 新闻时事上除非有另外的事实 不然从新闻时事上 这个新闻我看不出 他们针对规则性有什么争议 但是住教的住教房子四楼之三跟他楼下三楼之三会有争议 第一个光是第一个问题就碰到规则性 是我们的我跟住教认为是共同管线的问题 然后三楼之三找水电师傅认为是共同管线或者是我们四楼之三的问题 所以起诉的时候 三楼之三起诉的时候就把广委会跟四楼之三 住教都告进去了 所以光是我们的案子首先就碰到规则性的问题 规则性就是公收公有理 保有理 但是这个庙天不错的地方 庙天他并没有针对规则性去有什么正义 他庙天跟他们楼下五楼 六楼跟五楼 基本上都是怎样 认为是六楼的漏水 原因规则性在六楼 所以这两个案子跟我们家的案子跟庙天是不一样的 但是通常会发生到规则性 但是庙天这个案子碰到说我们漏水除了第一个问题是规则性的问题之外 要理清之外 最重要是要规则性 规则性要理清之外 第二个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碰到说好规则性确认之后 如何恢复原状 第二个写下 第二个碰到出了第一个规则性 漏水第一个问题就是规则性 第二个碰到的问题是 好如何恢复原状 或者是如何叫做如何修缮 所以第二个碰到的问题 像庙天这个问题 庙天儿子不是庙天 庙天的儿子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何恢复原状 意思说如何修缮 所以从这两个新闻时事上 就像我们的新闻时事上就发现 第一个是规则性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恢复原状 反过来是如何修缮 如何修缮这个问题 所以漏水当中第二个碰到的是第二个问题 会碰到这个第二个问题 所以但是第三个会碰到什么问题呢 我们实务商第三个会碰到的 例如我们公寓跟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公寓大厦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漏水问题第三个会碰到的问题 到底是一般的公寓 或者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注意要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因为所谓的法不述及既往原则 所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是民国八十四年六月三十号公布实施的 所以只有八十四年七月一号取得使用执照的公寓大厦 才能适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所以我特别讲说你要判断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至于什么叫公寓大厦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三条那有针对公寓大厦做定义 请大家回去看公寓大厦管理条第三对公寓大厦的定义 所以第三人会碰到到底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公寓大厦 假如是的话怎么办就可以适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六条 第十条第十一条跟第十二条 假如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就可以适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六条所谓的容忍的义务 容忍修缮的义务 或者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项所谓的共用部分 约定公寓由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维护修缮 或者是遇到公寓大厦里面的重大修缮的时候 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要怎么办 要区分所有人会议去结议 或者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十二条这些规定 所以你假如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就有公寓大厦的适用 而且有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六条到第十条 十一条十二条的适用 你假如不是公寓大厦 不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你就不能适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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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条 所以要区分到底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假如不是咧 就一般的怎样 一般的公寓 就像说我妙天这个案子就是一般的公寓 这一般的公寓就怎么办 就回过头要去适用民法八百二十条的规定 尤其是供有务的时候 那假如说不是 就要适用民法相拟关系 就要适用民法亲情行为 所以你假如是公寓的话 公寓不是公寓大厦管理实施 管理条例实施后公寓大厦 可能你要推到民法的相关规定来适用 所以光是第三个我们说 漏水问题碰到第三个问题 就要区分到底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以及到底它是不是一般的公寓 所以第三个因为涉及到适用法律 适用法律不一样 你假如是用法律错误的话到法院去是败述 请求依据弄错是败述 这个没有什么好谈就是败述 所以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区分 公寓大厦管理实施后的公寓大厦 还是一般的公寓 第四个碰到第四个问题 哪一种问题 表示要去确认 你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哪一种法律性质 你们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哪一种法律关系 是买卖的法律关系 租赁的法律关系 还是属于承染的法律关系 所以第四个我再讲一次 第四个会碰到说 你们当事人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 因为涉及到法律的适用 请求权预计也不一样 例如买卖呢 买卖是不是 你是属于买卖的漏水 你是不是依照明法354条 359条 365条 370条等相关规定去请求减少 价金或减副区议 所以只要是买卖 买卖所谓漏水是所谓的物资瑕疵 就所谓的354条里面的物资瑕疵 所以买售人可以基于民法354条 359条 365条跟373条等相关规定 向出买人去请求 减少价金跟减副区议 所以买卖的角色属于买卖之间的漏水 就适用到民法354条以下的规定 你假如是租赁呢 当然就是用到租赁的东西 所以租赁 你假如是租赁的话 适用在哪里 来 同学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民法多少 是用在民法租赁的相关规定 我们看一下 来 租赁要看到有民法429 在第二页 请看到第二页第大段 第二大段 第二页第二大段 有没有看到 请看到讲义的第二大段 所以后面有讲说 你假如是租赁 有没有看到第三页 民法第429条 430条 跟928条的相关规定 有没有 有 所以你假如是租赁 租赁所产生的漏水问题 就变成你要用什么 民法429 430跟920 还有所谓的 所谓的新的条例 老师简教叫做租赁条例 实际上它叫做住宅租赁市场发展条例 正确是从去年1月1号实施的 所以有关于个案的一般 不是用消费性的租赁 不是消费性的租赁 而且是房屋的话 通常都会推到怎样 一个克北法 就是克北行政法 新的107年1月1号实施的叫做住宅租赁市场发展条例 先适用这个东西 之后才适用到民法多少 429 430跟928等相关规定 所以你假如租赁变成说适用的条是不一样的 你假如是承懒呢 当然承懒东西 所谓承懒就是说 一个是怎样 一个是定做人 定做人就是我们定做人 假如说我定做人请某个外面的来帮我修缮 那个修缮的人叫做承懒人 定做人委托某一定的工作给谁给承懒人 那承懒人可以要求报酬这种企业叫承懒 所以我们有关于漏水 我们通常在房屋的漏水就会触及到说 一定的结果注意承懒跟委任 上次我们在有讲过上次在那个课堂上也有讲过 上次直播有讲说承懒跟委任差异在哪边 委任是一个经过承懒一定要结果 所以我们房屋的修缮 一般我们处理自己的房屋修缮 是要一定的结果所以是承懒 所以有关于承懒当中 会不会说请他来修漏水 一直修不好怎么办 我们食物商就发现我们家的修正 第一次还是漏水 抓到第三次才没有漏水 所以有时候承懒 承懒像我们房屋修正可以一直在抓漏 有可能 这个就是承懒 然后另外一种承懒可能涉及到说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 或者民间我们新建 盖一栋新的房子 或者是说我们拉平 一个工艺拉平 对不对 拉平 我们漏水会不会从外墙进去 会吧 年久失措外墙也是漏水的原因 所以他拉平以后会不会 还在保固期 或者超过保固期 假如从外墙漏水是不是有承懒纠纷 所以假如这漏水的问题是属于承懒 承懒企业的东西 当然回到民法承懒的相关规定来用 所以到底是什么漏水 第四个问题 涉及到说当事人到底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如何 是买卖 是租赁 还是是承懒 所以这个一定要先理清 所以第四个问题 当事人真正的企业关系为何 另外一种企业关系 搞不好是清权行为的属害赔偿 第四种可能是除了买卖 租赁 还有承懒之外 有可能是基于清权行为属害赔偿 民法184条以外 因为清权行为属害赔偿 跟我们刚才讲的买卖 租赁 承懒 这个手产真的属害赔偿 我们叫做债务不履行的属害赔偿 至于依照民法184条以下 叫清权行为属害赔偿 这个在属害赔偿是不同的两个类别 所以前面是讲买卖 租赔偿 承懒 首身的蠢害赔偿 我们叫做债务不履行的蠢害赔偿 至于说现在讲第四个要区分 叫做清权行为蠢害赔偿 清权蠢害赔偿在漏水的问题当中 不是针对漏水本身这个修复 也不是说漏水整个是回復原状 通常用到清权行为蠢害赔偿 最重要的是说当漏水影响到天花板 漏水是漏水 可能是结构上的漏水 可能是基本上天花板 不是天花板隔板 我们讲的是楼地板的漏水 注意我们漏水是在处理楼地板 处理共和管线 至于说下面的天花板 不是属于我们漏水当中的恢复原状 或者是修缮的范围 所以天花板漏水 以至于弄到你的天花板坏掉 或者漏水弄到你的沙发坏掉 弄到你的地板潮湿 以至于有其他的额外的东西 除了应该是属于漏水修缮的部分之外 这些东西怎么去求偿 这些东西就是依据 民法184角的侵权害情为损害别偿去用 不能用债务不理性的损害别偿 所以第四种 假如说是指于天花板 我们这个天花板不是楼地板 不是楼地板 天花板 或者是说因为漏水造成你沙发 造成你泥子 这些额外的洞产部分 摆在你房间那些东西 对不对 或者是你的窗里 对不对 这种东西 以法律预计要用侵权害行为的损害别偿 预计是民法184条以下的规定 所以第四个会碰到一个法律关系的确认 都漏水第四个 但是反过来 法律关系的确认 法律关系反过来有个就是说 是契约性质的定性 一种说法就是 法律关系的确认就是肥过头 在法律会有的时候 你们之间是什么契约定性 是买卖 租赁 承乃 或者是根本不是契约的定性 反而是要用侵权行为 这种东西反过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会在某部分会讲说 这叫契约定性 但老师这边应该是说 正确有点法律关系 因为还包含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的不当得力 不是讲错 是侵权行为什么话可以讲 搞不好还用到不当得力 民法179条到183 不当得力的法律 搞不好还用到 民法债篇当中的 除了不当得力的侵权行为 还用到所谓的无因管理 所以这些东西除了契约行为之外 债篇有四个 第一个契约行为 侵权行为 阻害培堂 不当得力 还有之前的所谓的无因管理 所以这些我们只能讲说 是怎样 叫做法律关系的确认 所以我讲正确用语是第四个 不是契约的地性 因为不只是契约而已 不是契约法律性的 所以真正叫做法律关系的确认 第四个会碰到这个是第四个问题 接下来会碰到什么 好 第五个问题 常见的 第五个问题 来 来我们看到第五个问题 整个最好的ASOP是什么样 我们看到第五个问题 接下来四个东西刚才讲的是说 落水纠纷的时候可能碰到的四种 前面是四种 但第五种就是说 会碰到的问题就是说 处理的手段方式 每一个人 不管是被害人或加害人 或者是说每一个人的 自己的价值观的关系 或者是说 个人主观上的看法 会造成每一个人在处理纠纷的手段 是不一样的 所以第五种会碰到的纠纷的手段 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主观上意见 还有个人利益的考量不能造成 怎样处理手段 没办法去协商 所以老师这边综合 老师是一直提上所谓的ADR ADR ADR是什么叫ADR 它的名字简称叫做 訴訟外 争议案件替代方案 我老师通常都简称为替代方案 那这些替代档案就是要 减少訴訟来源 我们通称叫做减少訴訟 所以为了减少訴訟 所以常常法律实务 还有现在的我们真正的所谓法规 还有法律实务 都希望透过怎样来减少訴訟 第一个自行协议 当事人籍制成协议 不然就像说设计什么条组 例如戒指纠纷 我们地形重测 地形图重测发生的戒指纠纷 依照土地法四十六条 之一到之三 会设立了一个 戒指纠纷条组委员会 那是条组委员会 针对地形图重测 所称的戒指纠纷 有一个条组委员会 然后另外一个 遇到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第六项 针对土地分割协议不成的话 怎么办 也有设一个条组委员会 所以第二个 条组委员会 第二个就是土地法三十四条之一的第六项 针对土地分割的条组委员会 刚刚第一个是针对地形图重测 戒指纠纷的条组委员会 第三种条组委员会是怎样 公益大厦 我们公益大厦也有条组委员会 公益大厦为了处理我们公益大厦相关事务 也设立了一个 法律有规定设立一个条组委员会 所以很多法规 特别行政法 为了解决彼此 课定的纠纷会 法定会设出一个条组委员会 所以所谓的ADR除了自行协议之外 所谓协议之外 还有一个条组 第三个叫做调检 第三个叫调检 那调检最有名的最简单 简称叫乡镇区公首调检条例 简称老师全名请各位回去查 简公首区公首正公首设立一个调检委员会 来写决依照调检条例来解决相关的调检 所以这叫调检 第三个是调检 第一个是协议 第二个是调图 第三个是调检 最典型的就是调检条例 所以第四个所谓的ADR是仲裁 仲裁就是依据所谓的仲裁法 仲裁法 一句仲裁法是怎么样 提起仲裁 当然当事人要约定 这是仲裁法规定的 但是我们是讲说整个处理的第四个仲裁 所以这些都叫ADR 他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减少诉讼来源 所以老师是希望说 因为第一个 首先我们讲这四种当中 协议 自行协议是免费的 不定的 自行协议不成 其中的调检条例调检是免费的 调除有部分免费的 但有部分是依照法律规定 有部分是要费的 有部分是免费的 调除 第三种仲裁要付费 所以这四种方式 然后忘记讲到第五种 第五种 第五种是属于民事诉讼法所生的 叫做事行调解 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 你虽然有送状出去了 有送民事状出去了 但是有调解可能会和解之望者 有可解的可能性者 法院会先做一个 不直接进行准备题 原始辩论 直接先做事情调解这个动作 所以第五个 叫做事情调解 那事情调解要不要缴费 不用 因为 谁要缴 起诉那个人原告已经缴了裁判费 但是针对被告而言 这个事情调解 被告是不用缴费的 因为只是事情调解 不是判决 而且不是判决 数字声明讲说 输送费用由被告负担 不是这种判决 因为只是在 真正在准备题 或者是说 原始辩论之前 准备题之前的 怎样 事情调解罢了 所以针对被告部分 并没有花什么钱 所以这五种 五种我们台湾长线的ADR方式 这是老师一直提倡 尤其老师提倡的三种方式 最好的方式 我尽量说 跟大家讲免费的部分 免费 免费当然是最好 所以针对我们的漏水 针对我们的漏水 最好的所谓的 基于诉讼经济 基于两种考量 最好的SOB 第一个诉讼经济 就所谓花多少成本去 花多少成本 还有花多少时间 去处理这个漏水问题 我第一个 所以考量诉讼经济 跟成本跟时间 就诉讼经济跟时间 所以光是考量这个点 我们就调整说 老师就理出一个 SOB出来 因为你要诉 还有我们除了诉讼经济 跟诉讼实践之外 第二个 我们要考量说 所谓的诉二言 你不是要诉讼 诉讼真正你到 你到三省定院的话 可能要好几年 那重此是简易田到一省法院 就是一省法院 就是两省两极制的 那也要花到半年到一年 然后你光是去延迟辩论 光是准备庭延远辩论 尤其延迟辩论 民宿诉讼就是老师讲的 上次有讲说 举证之首带 败处之首带 那举证不出来 就变成说谎答会 那说谎说的有道理 找的能证有道理 法官就自由行政财政 没有任何的 你要不违背 经验法则 论理法则 所以老师 为什么会讲是收谎大会 在没有证据的时候 大家就自己讲吧 来向收谎大会 所以你到 你真的进入延迟辩论的时候 人家说的 对方说的东西 虽然是收谎 扭曲事实 但是你拿不出举证资料 你会气得半死 你会不会气得半死 明明收谎 但是我又依照民宿出谎 规定对自己有利的是 要负举证责任 我就气得半死 然后纵使是 何况是缴败诉 你不是气得半死 然后这反反复复到了三省定验 你要多久 所以说 你整个你的身体 你的精神 都整个困在这个案子里面 可能终生 尤其形式可能弄到一个终生 你的一段时间 你要耗在这个诉讼上吗 你一辈子要耗在这个诉讼上 你人生还有很多事要做 你要这样做吗 所以老师一直讲说 诉或恶言 送也是恶言 所以我都不希望大家去诉讼 你们不知道诉讼 这是一个很难过的构成 就懂法列人 你假如成为当事人 像老师成为当事人 我也不喜欢 因为你会生气 人家讲什么 光是我被告的时候起诉状 莫名其妙被告 我也不是区分所有的人 就被告了 就是三楼之三告四楼之三 我也不是区分所有的人 你妹说我知法亡法 说我故意偷演 我心里也很生气啊 当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是要公正客观 不能带有任何的情绪 包含自己的案子 但是你会不会生气 会嘛 而且是很无辜的被告 不自区分所有的状态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了解 诉讼恶言 莫名其妙就被告 然后你去这样 你收就是对自己有了 没有证据举证不出来 纵使人家手往你也气得半死 所以再次强调送恶言 诉恶言 所以基于这个诉恶言 跟所谓的诉讼经济 跟诉讼时间 这两点来考量 还有增加我们现在有ADR的 ADR 还加上第三个 人家自己协议协议不成 纵使说我们同学找我去帮忙协议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 人家也不一定会相信 但是透过调解委员会 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委员 对方可能会比较相信 纵使调解委员也不一定专业 但是重点是人家会相信 你找了人 学生找我去帮忙调解 人家都不会相信 因为我是他的老师 这事人是常情 所以透过调解 比自己协议好 人家比较认为相信 不管专不专业 人家会相信调解委员会 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包含世情调解的调解委员 对不对 所以 基于三个理由 基于三个理由 我再讲的是 第一个 送二言 第二个 考量诉讼经济跟诉讼时间 第三个 人家比较会相信调解委员 还有 基于这三个理由 老师整理出一个 漏水的SOP 是融合的怎样 这三个要点 所以我们 我们在所谓的漏水SOP 我们讲一下 第一个 自行协议 来看一下 看一下 来看一下 来 来看一下 我找一下 因为我这边 给大家看 我再找一下 来 来 有看到 这边照得很清楚 有没有看到 调整一下 第一个 漏水SOP 第一个 自行协议 自行协议最想起来 但是一般 假如说 能协议 自行协议 就自行协议 不能协议的话 怎么办 才进行第二个 调解或调除 通常 调解或调除 是免费的 尤其是调解 经过区乡公手 调解 调例的调解 调解委员会 依照调解 调例的调解 是免费的 去申请调解 是调除 有部分是要费的 但大部分都不用钱 所以 基于诉讼经济 不用花多少钱 老师把他排在第二个 叫做申请调解或调除 对不对 基于仲裁 仲裁通常漏水不会发生 因为仲裁通常是怎样 厂商跟厂商 就是公司跟公司 行号跟港号才需要仲裁 尤其是大公司才涉及到 或者是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当中的政府机关 采购机关跟投标厂商 才需要仲裁 或者是大公司跟大公司 才需要用仲裁法 所以一般漏水 很少用到仲裁 所以我把仲裁面放进去 但是我们讲过 开庭的事情调解 也是免费的 针对被告而言是免费的 所以我把它放在地上 所以自行协议 先自行协议 但自行协议不成 请你以调解调理 调解调理或相关的 你讲的是戒指纠纷 当然戒指纠纷 我们讲说 依照地图重测 的戒指纠纷 但是我们讲的是漏水 我们也不是土地分割 所以不是土地分割 不能依照土地法 34条之一第六项 不是地图重测的戒指纠纷 所以不能依照土地法 46条之一以下的规定 所以我们漏水 只能遇到什么样 虚箱工手 虚箱工手 第一个遇照虚箱工手的 调解调理去申请调解 自己调除呢 是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去申请调除 可以 所以你假如是公益大厦发生漏水 可不可以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去申请调除 可以 但是所谓的申请调除是 申请调解 是依照调解条例 所以申请调解的时候 依照调解条例 要去哪边 你的戏增地 就是你发生不动产的戏增地的乡镇区工手的调解委员会 就是假如说我们这边 我们在巴黎发生 就是巴黎 我们那栋社区是在巴黎 不是法国的巴黎 是淡水对面的巴黎 我们是在巴黎区 新北市巴黎区发生 就我们要去 你要申请调解 要依照调解的条例去 巴黎区 巴黎区 工手的调解委员会 是申请调解 这样懂吗 那至于说调除 要去哪边申请调除 依照公益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 去 新北市 新北市的公务局的 所谓的 公益大厦调除委员会 这两个不要乱申请 所以 假如是公益大厦的 你要去 新北市公务局的 公益大厦调除委员会 依照公益大厦去申请调除 你假如说不是公益大厦的话 或者是你不想用公益大厦的话 你可以申请怎样 依据去 依据调解条例去巴黎区公所 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 懂吗 真懂 第三个我们排在中SOP是开庭前的事情调解 因为我们被告是免费的 所以假如说法院认为说这个案子 法院在还没有准备停之前 认为这个案子有和解的可能 他就会事情调解 大部分都民事都会 都会 所以在事情调解的时候 请你被告要出席好不好 因为这是ADR 我们尽量省钱 尽量省时间 等一下会介绍老师这个案 你处理了怎样 我们也是考量这样结果就快和解了 而且很省钱 很省钱 等一下会讲 所以第三个是开庭的事情调解 只要被告你是被告看到事情调解 你都要出席 不要梦不在意 因为这是ADR一个方式 要去做 要去出席 接到这个事情调解的通知单要去 拜托要去 第四个动作已经进入了怎样 真正的诉讼程序 进行准备停 原始辩论跟判决的程序 第四个已经开始起诉 已经事情调解不成功了 开始进行准备停 原始辩论跟判决程序 所谓的准备停 我们上次有讲 民事诉讼当中第一个准备停 做什么样 主要用在真点的整理 把不真的事实跟正义的事项弄出来 为什么会设一个准备停 第一点是准备停 因为这样可以 避免有真点整理出来之后 以后会来原始辩论 真正不争 真意的事实再进行原始辩论 不然你没有以前诉讼 民事诉讼 没有规定真点整理的时候 会发现我跟你讲 诉讼到底乱七八糟都在争议 乱七八糟小点也在争议 也在原始辩论 你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你到底要开启是原始辩论庭 所以才设立一个准备停 所谓的真点整理这个停 所以现在为了解决 要了解决他整个诉讼 手花的时间 都一个准备停 准备完之后把真点整理好 包含不真的事实 真意的事项 我们在針对真值的事项 我们来进行原始辩论 所以这个原始辩论的起疑 都早挺会缩短很多 有时候简易庭开了一次原始辩论 后两次就终结 那以前诉讼光是一个原始辩论 因为你没有真点整理 一直偷偷偷到好几年 曾经五六年十年的民事诉讼都肯 现在民事诉讼经过准备停之后 已经有时候缩短 简易庭六个月到一年 然后普通法院三省 也没有偷那么久 有时候两三年就判决下来 不会在以前十年二十年的 曾经有过 所以这是承讯 那在第四个准备停原始辩论 尤其是准备停跟原始辩论终结前 注意喔 原始辩论终结前 你都可以策告 也都可以私底下策告 也可以自己再去调解 所以我为什么会把 这是第四个程序 在准备停 也就是说原始辩论终结前 都有在行协议和解的可能性 所以为什么把第四个写下去 第四个程序写下去 第五个 纵使判决输了 第五个程序上诉或不上诉 你有考量 你假如说真的判决纵使不符 但你会发现一直诉讼下去 而且你输的几率很高 你要再去委托律师 律师费现在最便宜是八万 律师费最便宜是八万 你要花这个钱吗 你纵使你是败诉 你还要花这个钱吗 所以 上诉不上诉 第五个程序你要考量数 你要考量诉讼成本 到底要决定上诉或不上诉 所以我会把第五个上诉或不上诉 还是可以去基于诉讼成本 诉讼时间 基于诉二言 对不对 这两个程序去考量 到底要不要上诉 就是二官的建议 那他会分析说到底上诉或不上诉 假如真的要上诉或不上诉 注意 民事诉讼法当中的规定 一审跟二审没有强制辩护 所以一二审既然不是强制辩护 你就可以决定到底要不要上诉 自己上诉或者委托律师 但是再害上诉根本 你假如说是我的学生 你可以拿来给老师跟你分析 到底该不该上诉 人家判了有没有理由 有没有判决 判决适用法律之错误 有没有判决里面的矛盾 这些东西我可以分析 那假如是我的学生 你可以去问其他专家学者 到底该不该上诉 熟悉的法官也可以 熟悉的律师也可以 所以第五个程序 上诉不上诉也是可以考量 基于数二也 基于诉讼经济 基于诉讼时间去考量 到底上不上诉 第六个判决确定 判决确定就没救了 就没救 第六个是判决确定 第七个就变成说 好你假如是漏水案 假如你已经判决确定了 那什么叫判决确定 好假设你是这个案子 是超过五十一万的漏水案 秋长五十一万要三审 那超过五十一万的漏水案 依照民事做法是三审 那三审的东西 假如说第一审判决下来 假如说我老师是被告我判输了 然后他会在所谓的判决书上面 有预知法定的期间 所谓法定的不变期间 叫你去上诉 法定的不变期间叫你去上诉 你假这时间不上诉呢 对方不上诉的 或者是胜诉的人也不上诉 我这个败诉的人也不上诉 在法定期间不上诉 或者是超过法定的不变期间上诉 都可以 胜诉的人或者败诉的人 都可以去法院申请判决确定证明书 判决确定证明书 当你判决确定证明书出来 就所谓的判决确定的证明 所以你要等判决确定证明书 一定要去申请 然后这是一审败诉的上诉 或二审败诉上诉 假如法定期间不上诉 对方也不上诉 那你也可以申请判决确定证明书 那假如上诉呢 人家在法定的不变期间上诉 那就去申请也没有用 但是到了三审呢 通常假如五十一万的诉讼间五十万到三审 三审就定认了 假如没有新证据 没有新攻击方法 那就是也没有再审的理由 或者是大马上会议解释 没有针对你的个案做违宪的预知 违宪的宣告的话 这些你就等判决确定 那判决确定的话就怎么样 依照强制执行法的规定 民事当中漏水 漏水不是行政执行 你不要弄得行政执行法 你依照判决确定下来 漏水判决下来 是不是他讲不修呢 不修怎么办 你要自己去修 你自己修怎么办 或者是说之前弄不好 结果你自行修上来 自行修上来 你是不是要訴訟要要他多少钱 所以所谓漏水案 除了恢复原状之外 还包含所谓的修好之后 请求怎样 请他偿还修上费 所以漏水的訴訟包含恢复原状 请对方修 你还没修之前 请对方说叫恢复原状 但是你假如因为受不了 你自己去修了 修的话就变成请求怎样 不是恢复原状 请求怎样 偿还修上费 是不是 那偿还修上费叫做给付诉讼 民事诉讼法当中的给付诉讼 那给付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 有关于给付的金额 要具体明确 也就是说 几乎做当中的判决的内容 要具体明确可执行 所以几乎判决要符合三个要件 第一个具体明确可执行 为什么可执行 目的就是说 假设修上费的偿还是涉及到说 我判决确定之后 要依照强制执行法去执行 包含怎样 他假如意不修 第一个回复原状 他打死也不修 纵使判决不修怎么办 你要依照强制执行法 请他怎样 去回复原状 那你假如自己修了 只是偿还费用 修上费对不对 他不修了怎么办 你可以去依照强制执行法第四条 判决确定的时候 取得所谓的强制执行第四条 强制执行法第四条 所谓的执行名誉 以后取得执行名誉之后 去查封拍卖他的房证 所以你可以依照强制执行法 进行查封拍卖房 偿还你的费用 或者他没有不动弹怎么办 依照强制执行法 可以查封他有固定薪资 查封他固定薪资的三分之一 来每个月上面 来还你这个钱 所以我们才会在第七个 叫做强制执行 所以整个漏水的SOP 老师手您的SOP 考量三个点再重复一次 考量第一个 诉讼经济跟诉讼时间 第二个考量怎样 考量怎样 来同学回应一下 我考量第二点是怎样 助教可以回应 我考量第二点是怎样 素二也 第三点 调解为人 人家比较愿意接受 你假如自己 找同学找老师去帮你协调 人家也不相信 所以基于这三点 老师才弄出漏水的SOP 刚刚讲我们再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怎样 再讲一次 第一个自行协议 第二个身体调解或调除 第三个开庭前的事情调解 第四个进行准备庭 原程辩论及判决程序 第五个上诉或不上诉 第六个判决确定 第七个强制执行 让大家明白吗 所以弄出这个SOP不是乱弄的 是考量这三个点 才弄出这个SOP 那针对我们今天所讲的 经过这讲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针对我们今天有讲的 有什么问题 今天就到这边OK 谢谢 感谢观看